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昨天买莴笋,向卖莴笋的大叔 要了一些莴笋叶回来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莴笋叶做一个好吃的 首先我们把它给整理一下 太老了,我们就不要了 加上清水,锅取清洗净 锅内加水刷开,少放一点盐 这样清洗干净的菜,放进去,焯一下水 焯水30秒后,捞出 拿入凉水内锅凉 洗净水分,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我们稍微把它剁一下 取一把笼口粉丝 提前用开水浸泡上15分钟 然后取出,切成小段 将剁好的菜,还有葱花,将粉丝 放入到一个大盆里 再放上一些炒好的鸡蛋碎 再捏上一把自己家晒的虾皮 接下来调个味,加上盐 鸡精,生抽 少来一点点蚝油 多加一些香油 最后加上一些食用油 朝一个方向,把它搅拌均匀 盘内加上300克面粉,用凉水 把面调成一个稍微偏软一些的面团 饧发上20分钟以后 给它揉一下,揉至表面光滑 把面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劲 取一个小面劲,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饺子皮 取一个饺子皮,拖在手中 放入适量的菜馅 把中间揪起来捏紧 两边稍微捏一下 用糊口,收一下口 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锅内加水烧开 放入包好的水饺 饺子全部下锅以后 沿着锅边推动一下 盖上锅盖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点两次凉水 煮三个开以后 煮至饺子皮鼓起,捞出 领养美味的莴笋叶水饺 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